最近比较火热播出的电视剧中肯定有演习攻略了 在这个夏天 于正也是凭借这部电视剧打了一个成功的翻身仗 让观众改变了对于正的看法 剧中的各位主演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大红了一把 剧中不仅有一些老戏骨 还有很多出色的新人演员 剧情也是非常的精彩 想必很多人已经对这部剧欲罢不能了吧 就连剧中的反派高贵妃和尔琴都刷爆了朋友圈 什么大家下午好 除了尔琴也是被很多人拿来调侃 可见尔琴将这个恶毒的角色塑造得多么深入人心了 不过今天我们不聊剧情 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 演习攻略各位主演接拍的原因 秦岚因为没钱高贵妃的理由让人发笑 奢侈慢的理由却让人pace 当初媒体提问秦岚 为何答应于正接拍这部电视剧 是因为缺钱吗 秦岚虽然没有直接回答 但是她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表示 我也不是有钱人 有钱人谁来拍戏啊 虽然不是直接回答 但是也变相的说出了自己接拍的原因 如果有钱就不会出来拍戏了 想必秦岚是因为没有钱才接拍的吧 不过这个角色也被秦岚给演活了 本来秦岚自从织化和绿屏之后 就没有再出现过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了 如今终于碰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 不仅是秦岚成就了角色 角色也成就了今天的秦岚 如今再提到秦岚 很多人就不止是停在吃话和绿屏了 还有复查如明 这也是秦岚出演这个电视剧 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 剧中高贵妃的扮演者谭卓 这个角色是反派的角色 非常的不讨喜 因为剧中的装扮和戏剧性的狡猾方式 也是惨遭网友吐槽 但是高贵妃下线之后 观众竟然还觉得 这样的一个高贵妃是非常单纯可爱的 毕竟她是一个非常认真公动 但是却总被别人当枪使的一个角色 谭卓接拍演戏攻略的原因让人大笑 谭卓竟然是因为高贵妃的服装 比较好看才接拍的 她说自己曾经接拍的角色都是非常穷的 所以服装很多不超过一百元 因此高贵妃的这个角色 她非常的珍惜 但是剧中高贵妃的服装 被观众吐槽的也是很惨 更是有一件被网友调侃 是猪八戒童 相比较以上几位的原因 奢侈曼的原因就由人敬佩了 本来余震找到奢侈曼的时候 奢侈曼是拒绝的 因为她之前拍戏颈椎受伤 所以想休息一阵子 但是余震表示 这个贤妃的角色更加的立体形象 后面在角色中 也会赋予更多的诠释 所以奢侈曼才接受了余震的邀请 戴上上阵 这样的原因真的是让人敬佩 因为只有奢侈曼 关注到了角色的本身 难怪在剧中 即使是演一个反派 也让人非常地喜欢 这才是一个演员 《燕喜攻略》这部剧 你们有没有在追呢 你最喜欢剧中的哪个角色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哦 我会让人敬佩震的